3 月 19 日 第二條題目 就說中五學生如果要舉一個實用的科目 到底會選哪一個呢? 有四個選擇的 第一就是煮飯 打掃 洗湯 以及斟止 首先討論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們如果只是實用是講應用層面的東西 我想其實 討論不到15分鐘下去的 因為實用 雖然除了應用層面的東西 我們可以討論 譬如說我舉例 有哪一項是大多數人最需要的 譬如說煮食 我想是很容易有共同的想法的 因為大家無論如何都要面對著煮食的問題 是不是? 那麼 不能夠任何場合都出去吃飯 始終會有一天要面對的 所以我想這個應該不難去講 但是更重要的是 除了真實所謂應用的實用層面之外 實用就是一些具體效用的東西 譬如說能不能夠透過這些科目 學校最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教導學生 能不能夠透過這些科目 去改變到學生的性格 可以提升到他們的鬥志 或者是增添到他們某些的能力 譬如說我舉例 針子我覺得是挺適合的 因為針子能夠鍛鍊學生的耐性 雖然你說打掃也可以 但是針子似乎的耐性是特別需要重要的 所以我想可以從這些角度去討論 又或者在這些角度之中可以再用 是不是? 能不能夠透過這些活動去培養到他們的性格的特徵呢? 除了耐性之外 譬如說他們的責任感 是不是? 打掃的責任感可能是特別強的 因為打掃你是要解決你自己的問題 現在很多青少年正正缺乏了責任感 吃完東西就放下東西去屯面走了 在家裡掉了東西到地上又不收拾 是不是正正能夠針對現今香港的青少年的問題呢? 所以耐性、責任感 或者是真正應用實用的層面煮食 洗湯這些都可以從不同角度的 記住,不能夠單一角度討論問題超過兩三次的 如果單一角度討論同一個問題兩三次 其實即使是有很多高分 都只能夠專於一點的 同樣道理,一篇議論文至少至少三個角度或以上 所以我們小組討論也好 議論文也好 都是角度越多,分數越高的 但是討論角度的時期 我們可以用沉逮的方法 也是所謂同心圓法 首先由個人 去到社會層面 學校層面,家庭層面,社會層面 或者反過來也行 所以你可以用這些同心圓的方法慢慢擴張 比如說個人層面最需要是煮飯 在家裡的層面似乎打掃是最需要的 因為家裡雖然是一個私人空間 但是私人空間裡面也要跟別人共用這個公共空間的 所以打掃是一個質疑 再推而廣之就是針子剛才說了跟個人的耐性的關係 洗濤的那些也是跟家庭有關 打掃除了家庭之外 可以是學校的 因為你可以在學校裡面參與 也幫學校打掃 所以我們可以從不同角度去講 同心圓是其中一個有效的方法 幫助我們推論的 今天講到這裡